以前非常出名的歌仔戲的明星 他是七十三歲的郭美珠小姐 他十二年前罹患乳癌二期 切除了右側的乳房 他說醫師挖他的肚子的肉 來重建他右側的當時的胸部 可是最近說癌症又跑來了 他動刀切除了左邊的乳房 換句話說 他其實右邊也得到了 左邊也得到了 然後他現在要開始進行放射線治療了 那文婉先請教一下說 他的情形 其實司馬玉交有去探視 然後有說明 對 其實我們跟那個美珠姐 都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其實這十二年來老實講 雖然其實他給這個所謂的很多的癌友 一個很正向 而且覺得真的很光明的一個正面的教材 因為這十二年他真的活蹦亂跳 然後很多的比方說商演 包括他自己接的活動 其實沒有斷過 只是其實日前 就是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們都很震驚 因為他等於十二年後突然間復發 然後復發之後 他現在的狀況 因為十二年前是切除右邊的 這個就是胸部乳房 那這一次是切除這個左邊 左邊的乳房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就有傳出說 他的狀況很不好 然後感覺情況不樂觀之類的 就很多的說法 那後來當然就是要講 就是有一個好朋友 就司馬玉交 那剛剛其實鄭大哥說 這個人都很資深 我沒這麼說 你看過米豬已經七十三歲 七十三到七十五歲 其實年齡大概是這個區間 那正確的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有看過臺灣基安 那最近因為那個美豬姐 又把臺灣其他因為又重新 又復活了 因為他有停一陣子 又復活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不是太累 或壓力太大 不知道 可是講到司馬玉交 幾乎應該是算有同袍之一 因為司馬玉交大概 大概是七十七十歲左右 六十五 現在七十歲了 現在七十幾年前是 司馬玉交 對 幾年前是六十五 所以他也是差不多十五年 沒有出來演戲了 所以他其實最近 也被美豬姐挖出來說 你再這樣走動走動 所以他又有加入 這個臺灣其案的演出 OK 然後美豬姐還講說 看一次少一次 大家要盡量捧場這樣子 好啦 所以呢 其實這次呢 美豬姐進行這個開刀之後呢 其實司馬玉交有去探視他 那這個探視的這個場景 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變成一個互相 就是澄清外界傳言 跟八卦的一個大會 怎麼講呢 司馬玉交呢 其實探視完郭美豬的狀況之後呢 其實接受記者採訪 就是說其實郭美豬很OK 氣色也很好 狀況很好 恢復得很好 所以不是外界講說 有多慘又多慘 好 那呢 其實呢 這個司馬玉交除了講 郭美豬之外 他也替自己澄清 因為這 這些日子 因為他比較投身公益 比較少露臉 所以也有人講說 他晚景淒涼 他現在都靠老年金 經過日子 狀況不好等等等等 然後他說其實我很好 大家不要再亂講了 所以大概這一次的這個會面 其實就是意外的有這些 這個插出這樣的火花 跟訊息 因為好像只要講 這個女明星的晚年生活 很淒涼 大家就會點進去 對 好奇 光鮮 所以你看就是媒體的編輯 很喜歡下這種標題 那如果他說光鮮亮麗 你就覺得這個他沒什麼好看 對不對 對 好 那麼這個先請教一下 劉醫師 郭美豬小姐 這樣是 本來是右邊 現在是左邊 這樣算復發嗎 一般復發 即使在乳癌追蹤了十年 我們一般說追蹤十年是必須的 可是在十年之後 同樣的乳癌再復發還是有 但是一般來講 還是在頭一兩年會比較多 那十年以後復發的少數 對 還是有 像他一邊已經切除了 另外一邊還是的話 那就要看拿出來的那個新的腫瘤 是不是跟原來的那個細胞的形態 相類似 這樣就可以判斷是不是原來的 OK 那郭小姐她有擔心她說 因為她接下來要做放血腺治療了 對 她說是用光下去燒自己的肉 等於是在烤你的肉 像BBQ一樣烤出來黑黑的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香味 想到就壓力好大 怕烤出來我胸部會變成有兩顆黑貢丸 這個我想她 她的疑慮是會每個人都會有 但是基本上我們那個是用放射線 對 以前是用孤六十這種放射線去做照射 那一般來講照射的劑量要夠 但是不會一次照完 他可能分二三十次 分段去照 因為每個人的那個胖瘦不一樣 所以他是在我們殘留的這個乳房組織 或是腋下有些淋巴結 不可能全拿完 是 拿完手會腫起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會去照 那照的當中 有的人真的在照的當中 就像曬太陽 我們去海邊游游泳回來 那個也是很痛的 甚至會脫皮 對 尤其那個是放射線 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都會有保養的一些措施 擦一些蘆薈霜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藥物去塗抹 會改善 不會有兩顆貢丸 貢丸也不會吃到黑的 香菇的 香菇的可能會 香菇是什麼 殘香菇的貢丸 我覺得你越來越幽默 那這樣的放射線治療 會很傷元氣嗎 會比較累 但是他是局部治療 他在乳癌的治療 還不是最傷元氣的 最傷元氣比較像化療這一類的 那是全身性的 他這是局部 照完大概回去 所以通常病人的抱怨就是比較累 比較沒有辦法像原來那麼有力氣去做事 那可能沒辦法工作要休息 OK 我們的同事問一個問題 他說有一個說法是老人的癌細胞 已經老化了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兇狠 不用太害怕 這真的嗎 看是哪一種癌 有一種癌是胰臟癌 那不管什麼年紀 只要得到那個不行 但是乳癌的話 通常是跟荷爾蒙相關 年紀越大荷爾蒙越低 所以說即使在發你身上荷爾蒙不多了 這個時候可能促進他長的這種因子就減少 但是有難講 因為我們面對 我們現在今天講的是女性 女性愛美嘛 所以常常有一些 吃一些有荷爾蒙的 補充的荷爾蒙的 或是打一些胎盤素啦 什麼這些都可能會促進 他的癌細胞 讓你年輕或女性化 是是是 那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促進因子 對 所以可能 但是如果不用的話 我們平常看到的老人的那個癌症 好像真的比較慢 真的比較慢 有一些在安養院的他不想開刀 或是沒辦法來開刀 過了幾年 好像那個瘤也不太長 但是確實是癌症 我們的乳房組織都是脂肪嗎 脂肪蠻多的 那年紀越大 脂肪取代那個乳腺的組織 我們瘦身都通常先瘦胸部 會慢慢取代 對 然後胖的時候 都胖別的 這是所有女性的困擾 所以女性年紀大的這邊會萎縮 乳腺萎縮 然後取代一些纖維或是一些脂肪 所以他的那個 就是年紀大了 可能形狀 他會慢慢地性引力 就是那個懸吊的系統 就慢慢鬆著 懸吊系統 他有一個懸吊的一些 一些那個纖維 那就比較不會得癌嗎 乳癌 越大的年紀 比較疏鬆的話 檢查起來會比較容易 所以歐美的女性去檢查 他因為他脂肪多 他所以他照起來 裡面有什麼東西比較容易看得到 東方女性纖維多 照起來會遮住 所以要常常檢查比較好 是啊 OK 那你已經到那個年紀了嗎 你說懸吊壞掉 沒有 水果啦 水果 水果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